高雄一雅美食节 第25届全国美食文化大展厨艺竞赛 日前圆满落幕 草伦桐的高中烘焙科两位同学参赛 李新荣拿下老面种面包竞赛金牌奖 赖利华则是拿下鲜奶油蛋糕竞赛金牌奖 这两个学生平常在学校表现很优良 获得老师指导并且当作选手在平行 我想这次的得奖得到金牌真不容易 我想也要感谢两位辛苦老师指导 及学生的努力才有今天的这个 本校这个烘焙食品课 目前参加全国多项比赛 并荣获这个很好的佳击 两位参赛学生很开心 暑假的苦练与准备有了最好的回馈 将继续迈向下一个目标努力 选手们除了争取比赛获奖的肯定 更是为了互相切磋交流 来精进自我专业技能 而现场看到许多值得学习的作品 更是此行最好的收获 题目是要做出仿真真笼和小笼包 一开始画小笼包的时候 画得超像那个仙人掌 放学回家以后练到睡前 确定真的就是那个感觉 画出来对了以后我才会去休息 在面包刚开始做好的时候 其实觉得没有做得很漂亮 但是在后面在老师的指导下面 有一步一步把面包做起来 做出来的面包也是在经过修改之后 比较美观 校母也有意味着我的人生 就是过程中虽然有一点坎坷 虽然有时候会养得不太好 像活性不太OK 但是对于我自己 我觉得这个可以让我更强壮 学生辛苦努力练习 并获得金牌奖 希望在全国总决赛 可以获得更好的成绩 现原菜名学相当肯定同德高中 在技职教育推展上的努力及用心 期望让学生透过技职培训课程 学习一技之长 为未来换得好的工作机会 我们都相当的肯定 我们同德在技职教育方面 非常的一个用心 尤其是他在餐饮烘焙方面 真的是成绩是数一数二 也是希望我们未来同德 继续培养我们县内 优秀的人才 我们县内如果对这种有兴趣的话 其实我们不用到外宣室去 直接在我们同德高中 就可以获得非常棒的一个技职教育 也希望可以继续培育出 我们县内更多优秀的一个专业人才 校长佟景文表示 该校烘焙科课程多元化 一直以来提供学生许多实习练习机会 并聘请优秀夜市协同教学 同时透过参赛机会 引导学生到达更精进的专业能力 记者 洪一伦 乔屯 采访报导 两期视频 一谓 一参 一